郝先生爆料說原本屬...我有於屬意的是東森的老闆 你怎麼看 不可能啦 東森老闆怎麼可能去當副總統 不可能啦 這絕對不可能啦 我覺得 哎呀 料齁 大家都隨便亂報一通喔 大家要用智慧 要用常識來判斷 好不好 講棄保的部分的話 你昨天是講到說 了解到韓國瑜受到很大的壓力 所以要配合操作棄保 可是張超康主任是講說 也許韓國瑜是在騙你公開講 場合講的好像比較重要 這個我跟你講齁 我在講韓國瑜嘛 當然是這樣啦 好朋友不會在這種公開場合跟他吐槽 也不必要 趙超康講對的 他說齁 公開場合講的比較重要 我跟你講 私下講 私下場合講的才是真的 韓國瑜怎麼講火友語 拜託 我只是說不想在公開場合講 主席最近有跟韓國瑜見面嗎 不用啦 我跟你講 他們幕僚倒是常常在聊天 有關韓國瑜說 柯文哲主席是空氣槍不會贏 那要大家投侯康 這部分你怎麼看 昨天晚上的造勢活動來講的話 我們線上就超過9萬人觀看 然後實體的參與人數也超過5萬 所以簡單說 我們有超過15萬的支持者 在主席的昨天晚上的造勢活動 所以我相信這個氛圍要氣瀾綠保台灣 要能讓這個政治環境能翻轉 這個意見是非常強烈的 那只有民眾黨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 那再來就是說 我想可能 這個韓先生可能是黨部內部有一些壓力吧 因為在我們所討論當中的主席跟他對話的時候 當時不是這樣子說的 他不是對主席這樣子說的 謝謝 韓國瑜在昨晚造勢說 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是贏不贏的問題 他說你不會贏 所以要把票偷投給侯康 而且他還舉例說 你的選舉像空氣像很熱鬧 但是不會贏 這樣啦 以我對他的了解 他作為國民黨黨員 還是現在列在國民黨部份區立委第一名 以他的個性他應該是知道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他也是遭到很大的 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配合操作氣保 其實這個跟他私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 其實我後來仔細看他講話 這個人在講話裡面還是有潛意識 他說這個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柯文哲比較好 柯文哲比較不好 但是我現在掛在這個位置我怎麼辦 我是可以理解他的壓力 主席所以韓國瑜 你剛剛有說韓國瑜 私下他怎麼會這樣 這個齁 我現在不會跟同友一樣 反正私下簡訊公開拿到外面來唸 昨天照國民黨造勢的時候還說這幾年 國民黨都有反省改革 你有沒有感受到 我的回答就哈哈哈哈這樣就好 各位觀眾 那我們掌聲歡迎民眾黨的副總統參選人 吳興宇 歡迎歡迎 先來喝一杯了 來來來 嘗一下 謝謝 謝謝 有符合您期待嗎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 小韓時你最愛冷的 主席 我有禮物要送給你 哇 我現在看到副總統送禮物都會滿怕的 你又要送紅包吃嗎 還是春蓮 哇 哇 哇 好有心喔 貨運都來 哇 你們真的是有水準的政黨 祝大家這個 都來都來 龍連行大運 謝謝謝謝 對 這有個一塊錢你有沒有看到 嗯 你這一塊什麼意思 一塊就是 一元復始 外向更新 對 就是要投一號 啊 好嗎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才知道 你自己會接任副總統參選人 就是星期五早上 登記的那天早上 對 哇 所以 你是接到電話嗎 還是有人 敲門想說 欸 你是副總統 這樣 然後後來主席後來有跟我 很快速通個電話就 喔 對 我跟你講喔 就是這個 就你就 舔一舔 我跟你講 反正喔 也不會是一定要考 你啦 還有很多人要考慮啦 喔 這樣 OK 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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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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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覺得你是這一次選戰中 那您覺得你是這一次選戰中 最適合出任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呢 當然是最適合的喔 否則 我那天如果表現不好的主持人 你不會親我來吧 哇 那就是幫台灣家 其實沒什麼關係 那我可以先走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 等一下 第一名 第一名 沒有沒有沒有 快快快快 第一名 你第一名 你第一名 我就送你這個別針 好 那給你帶 我幫你別上去好嗎 謝謝 我上次幫他別針 你是幫主席別針的喔 喔 喔 我想是這樣齁 怪怪的 要 要 無 行 贏 必須 讓 無 行 贏 要 投 無 行 贏 要 投 一 到 無 行 贏 一 到 無 行 贏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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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無 行 贏 好 一個 五 行 贏 票投一号 吴欣宜 票投 吴欣宜 一起 票投 吴欣宜 票投 吴欣宜 票投一号 吴欣宜 票投 吴欣宜 一起 票投 吴欣宜 票投 吴欣宜 票投 一号 吴欣宜 票投 吴欣宜 好,謝謝 昨天韓市長他有提到說 就是柯文哲在這一場選舉不會影還拿出空氣強來比喻 那這個部分的話會不會覺得今天跟他站有點尷尬 不會,因為我想呢 就是我們國民黨這邊提出的候選人 侯友宜趙薩康喔 那我們是全力來支持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讓政黨輪替 那當然我們會支持我們心目中覺得 最有機會讓政黨能夠輪替的人選 過去是跟柯文哲比較友好的 那怎麼看說那現在好像全黨要一起來氣保 我想我們不會去講氣保 因為我們會尊重所有民眾的自己的選擇 但我們會相信民眾的智慧 也相信大家希望看到政黨輪替國外的決心